在CBA联赛第二阶段开始后 北京首钢的表现有了明显的提升 先是战胜了争冠热门辽宁队 接着又大胜同西取得了一波两连胜 不过在大胜了同西之后 雅尼斯却在赛后的发布会上表达了对球队的不满 表示球队在前三截给了对手太多空位的机会 直到最后一截才用防守带动了进攻 最后一截才是真实的北京队 接下来北京首钢将会迎来一场硬仗 对手是实力非常强劲的广下南篮 这场比赛焦点大战被安排在30日晚上20点整进行 央视CCTV5频道将会现场直播 先来说一下北京首钢目前的情况 在林书豪和吉布森加盟到球队之后 球队在进攻端的提升非常明显 两名外援的特点有明显的不同 林书豪属于愿意防守的球员 他的组织能力对于球队的帮助也比较大 在这两场比赛中 林书豪的数据虽然比较一般 不过却充分得到了雅尼斯的信任 在战胜同系队后 雅尼斯就公开称赞林书豪 林书豪上半场在防守端做得非常好 是我们队防守的关键球员 他能阅读出对手的进攻选择 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位置 进攻端能给队友制造很多空间 他表现得很无私 不会考虑自己的数据 他想的是如何帮助球队赢得比赛 和林书豪不同的是 吉布森是攻大鱼手的球员 他会用自己的得分能力直接帮助到球队 两个外援两种风格 这也让雅尼斯能够根据局面的不同 做出人员调整 接着来说一下广沙的情况 在上轮比赛中 被深圳最后0.1秒绝杀之后 孙明辉最后时刻的表现 引起了不少广沙球迷的不满 不过整体来看 广沙在本赛季的表现非常不错 目前依然是联赛中的四强球队 外援贾罗德加盟到球队后的表现 也非常不错 明显提升了球队封线方面的实力 球队的整体实力也有不小的提升 通过这两场比赛来看 广沙队的主力阵容实力非常强 但替补阵容的得分能力比较一般 这点也制约了球队在前几个赛季的成绩 本赛季的表现虽然有所提升 但隐患依旧存在 还有就是在外援方面 球队只有一名外援的情况下 如果贾罗德的状态比较一般的话 根本就没有调整的空间 整体来看 两支球队虽然整体实力都非常强 不过特点却完全不同 广沙的进攻火力非常强 而北京首刚的防守却是非常犀利 这场比赛也可以说是一场进攻和防守之间的较量 这场比赛有两大看点 首先就是在内线方面 胡金秋要对抗范子明和李慕豪组成的双塔 北京首刚本赛季的双塔阵容非常成功 胡金秋的能力也非常强 双方内线的对决将会是这场比赛的关键 其次就是在后场方面 孙明辉和林书豪的对位 也会是不少球迷关注的焦点 孙明辉已经成长为国产顶级后卫 林书豪虽然离开了NBA 但他的能力依旧是黄种人的顶级水准 这两人的对位会非常精彩 整体来看的话 两支球队的实力相差并不大 胜负结果也是非常难料的 至于是北京首刚能够好取三连胜 还是广夏立刻北京首刚 让我们拭目以待